聽到珠海地帶來的和河來帶來的消息 我們是感到有一些鼓舞 覺得碼頭終於可能有一些曙光 我們是很開心 93個小時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可以有93個小時 因為我們都是一些 可以說是生慣養的一代年輕人 但是我們最初預計我們只有兩三天 但是現在到93個小時 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可能的一件事 我們本來在想 其實司法覆核這個申請是接納了 其實我們是可以有一些變化 有一些變數 至少因應這個情況 可能我們可以暫緩一下絕食 但是我們又再想 其實似乎不是一個最安全的時候 為什麼呢 我們絕食本來的目標就是 希望林鄭月娥和曾蔭英平可以原始保留這個皇后碼頭 令到這個碼頭可以繼續開放給所有市民來到 但是現在距離這個目標似乎還有少少距離 因為政府去到這個時候 他仍然未承諾 他不會那個清場的行動 和進行圍板 在司法覆核完結之前 其實本來皇后碼頭呢 是在天性碼頭拆毀之後 很快12月1月就已經圍板拆了 我們這8個月為什麼要來搞這麼多活動 為什麼要搞道想團 為什麼要盡住 就是我們認為這個空間 這個這麼有歷史價值 這麼有意義的公共空間 應該開放給所有市民 所以直到7月27號 我們宣佈絕食 都是認為我們希望繼續開放這個空間 所以我在這裏 作為絕食者的代表 我們想講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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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 他願意暫緩 清場和圍板的工程 否則的話 我們的絕食是不會停止 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我們就是希望這個 屬於香港人的地方 市民可以回到這裏 謝謝 謝謝